先生 你是对这台幕上感兴趣吗 我可以为你们介绍一下的 嗯 可以 秀秀 不是我说你 就算你想接生意也要有点眼力尽啊 这种年纪跟你差不多大的 你觉得他能买得起兵力吗 只要是客人 不管买不买都要好好招待的 真是脑子缺根筋 农村丫头就是农村丫头 哪能跟我们这些城里人比 我可以坐进去感受一下吗 可以的先生 等一下 这车多少钱你知道吗 不买就别碰 碰坏了把你卖了你都赔不起 还有钱秀秀 这些什么鸡脚嘎啦蹦出来的穷人 你就随便让人碰车 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 还想不想干了你 可是 展车本来就是可以 你一个农村来的穷丫头知道什么 我说不能给人碰就是不能给人碰 这车放在展厅不就是给人体验的吗 是给人体验的呀 但不是给你们这种穷人体验的 穿着一身假名牌就以为自己是上等人了 你们这样的人我一个月都要赶走好几波 不就是看见豪车走不动路 进来摸一下都感觉赚到了吗 你的服务态度也未免太差了吧 就你这个样子还能做销售 哟 这是什么地方你们知道不知道 这里的每一台车都至少几百万起步 你们倒是有眼光啊 一来就冲着最贵的沐上来摸 反正你们横竖都买不起 还想要我给你们好脸色看 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买不起 呵呵 你们要是买得起 我就把这块毛巾吞了好吧 行了 看也看过了 赶紧滚吧 别站在这碍眼 真是的 一副穷酸样怎么好意思进来 这位小姐姐刷卡吧 全款就这台沐上 现在你就给我把毛巾吞了 哼 随便拿一张卡出来就想糊弄我 这车八百八十万 我就不信你卡里能有这么多钱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这位小姐姐帮我写合同开票吧 啊 先生 您真的买吗 嗯 好的 请您稍等片刻 我这就给您去准备合同 叮 刷卡成功 你已成功支付八百八十万 啊 怎么 还不把毛巾吞啊 歉 先生 对不起 我 我错了 一句道歉就想完事吗 我脾气可没那么好 给你十秒钟 否则后果你应该知道的 好 我吞 我吞还不行吗 若曦 我们走吧 哇 这车还真是不一样呢 比我的宝马好多了 喜欢吗 喜欢的话就送你了 不要 这种车适合你们男人开 我还是喜欢我的小宝马 轻巧方便 再说了 我可是要自己赚钱的 支气倒是不小 嘿嘿 想赚钱的话 把工作辞了 跟在我身边 好啊 我本来就是去锻炼能力的 现在看来 在那上班 还不如跟在你身边学东西快 嘻嘻 不过你可要给我开工资哦 好说 你就暂时做我的秘书 以后 等我自己的新公司开起来了 再根据你的业务能力 给你一个职位 什么 你要开新公司了 嗯 单打独斗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我早就在筹谋了 现在我们就去找一个人 他会是我的得力助手 我的天 单打独斗短短时间内 就能赚到快百亿 真不知道 这还不算大气候的话 要什么样的成就才算 唐先生 有时间坐下来 一起聊两句吗 我们认识吗 之前不认识 但现在就认识了 你好 我叫钱十一 十一先生 似乎是找我有事 唐先生 你是历史上 唯一连续两次获得微软盖茨节出奖的员工 包括世界首富盖茨先生在内 整个微软的管理层对你都非常看好 不过据我所知 唐先生你在微软似乎过得并不开心 我现在工作得很开心 另外也没有跳槽的打算 你们猎头公司就不要来找我了 我并不是猎头公司的人 不过这一次来 的确是希望邀请唐先生加入我的公司 抱歉十一先生 我还有点事 下次再聊吧 真是不知所谓 随随便便上门来 就说要我去给你打工 简直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唐先生 你知道任何一家现代化的公司 对员工的诚信 都看得十分重要 一旦发现某位员工存在欺诈的情况 恐怕会导致十分恶劣的后果 唐先生 你也始终战战兢兢的 对吧 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唐先生 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 你的福尼亚州理工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 应该是假的吧 你什么意思 我并不是在威胁你 反正我很清楚 你内心时刻都在为你的学历问题而担忧 这个世界上 只是包不住火的 迟早有一天他会被所有人知道 与其因为这件事情而战战兢兢 不如直接选择一个愿意接纳你这个污点 并欣赏你能力的公司 不是更好吗 好 我现在的年薪是五百万 你开得起吗 我给你一千万 因为你值这个价钱 你是哪家公司的 我的新公司还没创立 只要你答应 我马上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公司审批 你将是我公司的第一位员工 连个公司都还没有 真不敢相信 我居然在这跟你浪费了半天时间 唐先生 我的时间比你更值钱 所以我希望你考虑清楚 你拒绝的不是一份工作邀请 而是你更加璀璨和光辉的未来 打开全国商界新纪元的机会 好 我要看见你的实力 确保你不是在逗我玩 行 你自己看吧 我的天 一千亿 这不过是我的一小部分资产而已 怎么样 如果唐先生还有一律的话 可以和我一起到附近的公行验资 不用了 我相信十一先生 不会拿这种事情跟我开玩笑 那坐下来聊吧 十一先生 恕我冒昧 请问您的这笔资金 是您个人所有 还是家族或者合资 唐先生 你有关注期货市场吗 虽然我自己不曾涉猎 但也知道最近期货市场 出了两名神秘大神 一个在之前国内绿豆期货市场上 以数千万本金赚取超过数亿 另一个则更厉害 在原油国际期货中 狂赚数十亿 我的天 难道那两个神秘大神就是您 没错 金融圈子里 可一直都在找这两个神秘大神 没想到居然是您 要是让外界知道 这两个大神竟是同一个人 还如此年轻 只怕是会引起轩人大波啊 唐先生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对十一先生的实力 已经没有疑问 但还是想知道 十一先生您看好哪个行业 互联网 互联网 现在别说国内 哪怕西方的资本集团 也并不看好互联网 认为现在的互联网繁荣 不过是泡沫 迟早会破碎 十一先生您为何会这么有信心呢 任何一个行业的繁荣 都需要有对应的创造利润的能力 眼下全球所有的互联网公司 都还没有找到流量变现的办法 所以不能赚钱 因此这个市场的火热 多数都是资本炒作出来的 说是泡沫并不过分 也的确会破裂 但我坚信互联网在未来 二十年之内 就会影响全人类的生活 你看 如今的国内遍地都是机会和黄金 我将会开创一个盛世 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 唐骏 你舍得错过吗 好 十一先生 合作愉快 一定愉快 对了 十一先生 你的新公司什么时候可以办下来 我要先从微软离职 大概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嗯 一周后 你到我所在的市里找我 十一 有时候我真想打开你的脑子 看看里面装的都是什么 唐骏这样的职业经理人 眼高于顶 坦白地说 就算是我爸来邀请他 我觉得他都不可能会同意 为什么他就会听你的呢 唐骏这种人 跟他说多少年薪工资是没意义的 他更想实现他的理想抱负 他需要的是一个平台和一个机遇 那他为什么还从微软离职 这可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老板还是世界首富 就是因为微软太大了 所以唐骏很清楚他在优秀 也只是一个外来者 无法充分地发挥他的能力 而我能给 他就来了